两年前一名80多岁阿嬷因为身体不是被送来急诊 但家属指控当初因为医生的延误治疗 导致阿嬷转院的时候已经为时一万 我等了快要两年 你这个东西就是不起诉了 沈小姐2022年7月1号把妈妈送到和平医院 由急诊室的国庆医师进行检查 当时正值疫情PCR之后转急诊室 初步判定严重败血症 但医师交接班只有换了另外一位王姓医师进诊间 只有整个像是乱的套家属指控医师护理师都很不耐烦 老夫人躺床四小时之后才开始输医 待急诊大约八小时直到休克转院不久后就身亡 家属指控和平医院的医师没有处诊却说有 原来我妈在她的医院早就恶化了 因为她的没有治疗然后恶化了 家属讲到眼眶泛泪 指控医治延迟又有疏失 像是败血症误判 医院没医生没设备等到病危才能转院 甚至是出现黑便还不安排输医赵卫靖 导致最后病人严重酸中毒死亡 以时甚至这样说 她回答我血糖膏不用处置啊 我说为什么 她说人体在有压力的时候血糖膏反而是好事 结果我妈酸血症死掉了 因为妈妈严重酸血症导致器官衰竭不治 沈小姐等了两年多只好重新再找证据 对此院方回应 当时主治医师已经采取相关处置后转院 目前民事诉讼中近代法院判决 那这些医疗鉴定的结果 因为侦查不公开 是没有办法看到报告的 也无从去争执这个报告结果 到底是对还是错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 如果相关的医疗诉讼 最好先从民事诉讼来做开打 律师也说 真走到法院这步 先告民事诉讼会比较好 但辛苦照顾生病的妈妈八年 结果进到医院八个小时就宣告不治 沈小姐想起来还是心痛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